想想看如果有天你去旅行 那结束要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到你回不了国 或者要出国旅行到了机场却登不了机 哇那究竟是个多么可怕的噩梦啊 那如今全球共有60多万名游客正在上演着同样的梦魇 拥有178年的历史 堪称是全球第一家旅行社的英国知名旅游公司托卖库克 Thomas Cook 由于常年亏损导致债台高筑 和贷款机构延长债权的这个谈判破裂之后呢 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两点宣告破产 并马上停止了一切业务 那这也意味着所有游客在无法乘搭该公司所提供的航班回国 那被迫滞留海内外等待救援 单单英国公民呢就超过15万人回不了国 那英国政府呢于是就发动了一个代号为马特洪峰行动 Operation Matterhorn的应急计划 将十多万名的英国公民运返回国 那这是二战以来英国最大规模的公民遣返计划 估计要烧掉6亿英半 那全部呢都由英国的纳税人来买单 在公司和贷款机构的谈判破裂之后 全球最老的旅行社托卖库克的总执行长 漏夜召开记者会宣布托卖库克宣告破产 以进行债务重组 对于那些受到影响的顾客 他也只能表示抱歉 宣告破产之后 这也意味着脱卖库克马上停止了所有业务 一些毫不知情的顾客 前往机场后被拦了下来 才发现公司倒闭了 让他们大感无奈 英国政府似乎预测了脱卖库克的结局 也早已做好准备 只是英国民航管理局 马上安排滞留在国外的英国游客 前返回国 其实托卖库克的濒临破产 也是最近才发生的事 那在1841年成立以来 托卖库克标志着现代旅游业的诞生 为旅客提供从头包到尾的配套还有服务 公司的业绩过去一个世纪以来 争争热上 后来还成立了自己的航班公司 曾经是称霸整个欧洲的旅行社 那就算近几年业绩低迷 托卖库克去年年头的市值 还有25亿英镑 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公司亏损了1.6亿英镑 股价直接插水般滑落 市值直接蒸发掉八成 只剩5.5亿英镑 濒临破产的边缘 为了拯救这一家狗言残喘的老字号 托卖库克多次申请延长债权 更找上了中国投资集团 复兴集团的求助 其中复兴更是扩手的 丢出了4.5亿英镑 买下了托卖库克的大部分股权 好了 那筹逐了9亿英镑之后 托卖库克以为可以向相关 就是欠债的银行做出交代 但没有想到 有关银行在向托卖库克 讨夺2亿英镑 因为银行都担心 这批9亿英镑的救助协议 并不足以让托卖库克 熬过年尾的旅游淡季 那托卖库克没有办法找多2亿英镑解套 唯有宣告破产 一个拥有178年历史 那全球第一家的旅行社 为什么会搞到破产 还连累全国上下来帮他收拾烂摊子呢 有分析就认为 托卖库克的经营模式 曾经是领导整个行业的 但现在这个传统旅行社经营模式呢 根本就是21世纪的老行业 完全跟不上当代新崛起的旅游趋势 在网络发达的时代 大家人手一击 那你随便就能够在网络平台上面去订机票 去安排好行程嘛 然后托卖库克在这个时间点 却选择就是继续扩张实体店面 没有把握好发展网络平台的绝佳时机 那这不但没有改善服务减低成本 反而还增加了营运成本 今年热浪呢 肆虐欧洲的时候 托卖库克业绩在4个月内啊 就亏损了1.5亿英镑 几乎等于去年全年的亏损额 热门旅游景点的动荡政策局势 还有天灾侵袭 也打击了托卖库克的旅游业绩 没有跟这时代变通 托卖库克呢 只能被国际局势的变动牵着鼻子走 也无法像新时代的网络旅游平台那样 灵活的随机应变 只能等待这新时代 就是被新时代的旅游模式给淘汰了 有旅行业界人士就直言 这第一家旅行社走向破产 在某种程度上 意味着传统旅游业 一个时代的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